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尽处托勒尼 那么这个一般称之为往生咒 通常念完弥陀经 一般都是念三遍往生咒 或者念七遍 这个要依照这个经传记载里面所说的 应当是念二十一遍 三期二十一遍 这是经传上所说的 那么现在人在喜欢简溜 这个二十七遍就减六成七遍 现在七遍就减成念三遍了 这个咒我们以廉池大四苏超 廉池大四苏超里头有讲解 把这个咒的意思 做一个概略的介绍 他解释这个咒的意思 他说以咒赋经 弥陀经本来没有这个咒的 因为他这个诗也是讲往生 所以祖师大德了 把这个咒不长 附在金的后面 以咒附近 金得咒而明显 金沙密陀金 得到往生咒呢 附在这个后面 这个金就更明显了 那咒神秘咒 邪密缘容 取这个意思 经是显说的 咒神秘说 一经先咒 这个金在前面 咒在后面 咒得经而欲灵 咒是金之咒 咒是金之咒 经是咒之经 这个咒里什么意思呢 咒的意思都在经里头 经是显说 咒是密说 交相为用 这个经跟咒相辅相成 因解释一下 这应该要解释一下 先把这个咒的处处 为我们交代出来 此咒相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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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往生咒的处处 在不思议神力传里面 持此就得灭罪往生 这个意思很难得了 那我们显言教里面讲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待业往生 这个咒能灭业往生 岂不是比经更要圆满了 因此确实有人 他不念弥陀经 专持往生咒 吃得灵不灵呢 从前我在台北讲经 有一位居士 他就完全遵照不思议神力传里面所说的 把这个往生咒 把这个往生咒念三十万遍 他三十万遍念满了 没感应 来跟我说 这发丝 这咒不灵啊 说再讲 这不是咒不灵 同样一个道理 今 我们在前面讲了 你会吗 照一封如释 你会吗 如果不会 只是学这个口语 那就难了 这个咒怎么样灵呢 说实在的话 神咒 自古以来没有解释 印度人他也听不懂 这个不是凡语 以前 李老师曾经跟我说过 他学过秘 学过八年 告诉我 神咒 多半是六道点言语 佛一般在讲经说法 六道的神灵 都来听的 听众啊 大概比我们人 还多得多 我们肉眼看不见 佛 菩萨 阿罗汉 都能看见 知道 佛讲经这个道场啊 真的 除天龙八步之外 六道的鬼神 都来听见 那么他们呢 都有能力 听得懂 佛说法的意思 正是 大臣经上常讲 佛以一音而说法了 众神随类过得及 所以佛说法的音声叫 圆音 圆满音 无论哪一道众神听佛说法了 都听得懂 好像听的都是自己的 音语一样 这是不思议的神力了 那么这部经讲完之后呢 通常佛就用他们的语言 说几句 这个说几句是非常亲切 用他们的言语来讲 也是一种 慈悲的流露 亲切慈悲 我们深深的 体会到 六道的神灵 听到佛用他们的言语 来说几句 一定感到非常兴奋 非常欢喜 这个是密咒里的 所以只有音 而不能讲它的意思 大致上的意思呢 那就是经中所宣说的 佛当然不能细说 把里头最重要的几句 说说 这个是 李老师告诉我的 所以神州 我们恭恭敬敬的 念就好 但是我们念 怕的是什么 音念的不准确 不过不要紧 因念的不准确 鬼神也会原谅你 佛念的当然 那是最准确了 佛以后 真正念的准确的人 不多了 只要诚心 所以诚子领 真诚呢 就能感应 我们见诚心 那么 我 我们